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与机器间较量 胜负又会如何 请收看外发明 妙手偶德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外发明 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嘉宾是来自新华大学的王子熙老师 欢迎王老师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 应该说秋天到了 市场上有很多新鲜的蔬菜瓜果出现了 有一种是我非常爱吃的就是藕 我不知道王老师喜不喜欢吃莲藕 非常喜欢 我们经常吃的像糯米藕 炸藕盒 这个都是非常大家喜欢的藕制品 而且快到冬天了 像北方人喜欢吃火锅 炖汤 都会用到藕 您知不知道藕是从哪来的 我们知道那句俗语叫莲花是出淤泥而不染 说明藕是埋在淤泥下面的 见过那个挖藕人怎么样挖藕吗 在有些电视节目上我们看过 而且我们知道这个淤泥在里面 它是埋在下面 所以说这个农民兄弟在挖藕的时候是很辛苦的 对 因为他要纯人工去从淤泥里挖出来 而且藕还不能破了卖相 如果淤泥进到藕里面 可能藕就卖不出高价钱了 但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发明 可以说是挖藕人的一个福音 因为它能够帮助挖藕人 能够更加快速便捷的来挖藕了 一起去了解一下 这个发明是什么样的一个机器设备 莲藕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常见食品 它原产于印度 很早便传入中国 在南北朝时代 莲藕的种植就已相当普遍了 莲藕微甜而脆 可生食也可做菜 而且药用价值相当高 但是最令藕农们头疼的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把莲藕从又深又粘稠的淤泥中挖出来 李先鲜鲜是一名普通藕农 他研究的藕育种已经很长时间了 他预处的藕种出产量很大 但是优良的藕种却没有给李先鲜 带来想象中的高额利润 因为每年都有大量莲藕没法及时挖出来 只能在泥土里烂掉 那么挖藕究竟为什么如此缺乏效率 莲藕究竟是怎么挖的呢 我们决定向一位藕农师傅请教一下 师傅 那个人工挖藕的话怎么个挖法 人工挖藕啊 对 根据我们种的莲藕的经验 一般从莲藕的最后一个中指叶 顺着连边向前摸 首先扒开泥层 找到连边以后 顺着把泥层拖开 拖开以后一只手拖着向前 向前扒开泥层以后 向右后抽出 这么你看我挖的这股比较完整一点了 一般来说 莲藕生长的藕田泥土深度在四十厘米以上 最深可达八十厘米左右 而莲藕的生长非常不规则 从二十厘米深度到泥层底部 都有可能有莲藕生长 因为莲藕生长在阴影里 罗人必须一直弯着腰 用手挖泥土 这八五说起来虽然容易 但是对于长期八五的人来说 有很多心酸和困难 李建民对此就深有体会 盖一天活 累得腰翻背痛 很多这个八五工人 到了这些腰间谈突出 疯失病 就是说晚上盖一天活 好多人都吃不起药了 所以说这个龙的强度非常大 人工八五听上去是一件幼类人 有伤身体的工作 不仅如此 人工八五还会损伤到 如果用力不大 会把八五折断 人工八五的话 有可能还会损伤到它 对对对 损伤特别连弱了 在学到了一些挖泥的经验后 记者也对挖泥工作越约越识 想学习一下 人工挖泥 您觉得就是说我现在要学这包 我能把它挖出来吗 我估计你够呛 够呛 为什么呀 要不你就试试 因为这个挖五包 你就说不是说你挖不出来 有可能你就把它搞断了 这断 没事我小心点来吧 你试试 来来来来 您先找我怎么找 先把这个山羊用手 抠这个泥吧 抠泥 然后呢你摸到一点个莲藕了 慢慢的摸 摸到莲藕了 然后呢继续的扩大范围 把这个泥吧 整个的就说全部都剥开 但是但是能耗出来吧 能耗出来吗 能耗出来吗 来来来来 哎呀摸出来 你看你看你看 这个 断了吗 哎呀还是断掉了 所以说呢就说 我还是给你帮忙呢 我又不帮忙 你肯定这个你都摸不到 李鲜明的说法 记者很不服气 他打算自己挖只藕 来证明一下 来我自己说的 哎 记者开始在藕田里仔细寻找 但是赚了好久都一无所获 别说挖断 连藕的后半叶都没找到 自己反倒累得够呛 哎呀 可这小子快止不起来了 看来这挖偶对外行人来说还真是难度不小 都已经过了半个多小时了 记者能够挖出连藕来吗 这个鼓励不小 来来来来来来 看看你能画一个完整的吧 行 把它按照形状的周围的图给剥开是吧 实际剥 来来来 时间 感觉这个都到这儿了 倒不倒 倒啊 不错不错不错 这个儿不小 来 起了啊 不好了 哎呀 怎么样师傅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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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不错 哎呀 不过我这 干脆找这一颗 啊 哎呀 费的时间考试不短 哈哈 虽然成功挖出了一只脸藕 但是记者亲身感受到了人工挖偶的劳累 而且挖偶容易让身体落下毛病 一个不小心还可能损伤挖出来的脸藕 实在不是一种好的劳动方法 李建民说 用水枪可以更快的挖出藕来 那么你水枪又是怎么把藕挖出来的呢 这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水枪是吗 对对对 这就是水枪了 那这根管子又是干什么用的啊 这根管子它就是浸水的银水管 嗯 必须把水引到机器里面来 然后呢 通过这些管子 来接到水枪 接到水枪以后呢 就说把这个水枪插到这个泥里面 这个根据这个脸藕的生长的形状 把这个脸藕冲出来 就是用这些这个水泵 就说把这个脸藕就可以冲出来了 行 那咱们就把它拉到水线里边去试试吧 可以 人工挖偶又累人又没有效率 那么水枪这种比较新颖的器械 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不倒不倒不倒 你看这一概就冲 就冲暖了 冲暖了 这个水枪压力比较大 就把它就给冲断了 在用水枪把褥的时候 我们发现 人必须用手探倒 然后用水枪冲开泥层 最后把褥拔出来 这个没有我试试吗 可以 可以是吧 我用以前没踩过 然后 这就还挺大的 你要先用这个右手 我的枪的这个地方 用这个手 你摸到一个就是说这个连舞 就是说这个后霸 然后呢就是改着一点点的冲 这样子 这样子 然后这样子 慢慢地冲 我把这个泥层就说全部都冲开 然后呢就是 冲开了 露出来露出来 这个还挺完整的 这个还不错吧 那挺不错 不错 我们用人工和水枪 各挖了一个小时左右 那么这两种方式的挖舞效率 谁更高呢 这是那个水枪挖出来的 这对是人工 这一眼就能看出来 水枪的效率确实完胜 但是如果我们要细看的话 这个水枪挖出来的 像这种 断裂的比较多 对 断裂的比较多 但是呢 这个水枪的压力有点大 它把这个狗吧 都冲得变很了 你看吧 这是说 颜色变了 感觉是都要空空挖挖的 对 不是太漂亮了 对 所以说呢 这个 就是说这个水枪挖舞 它 非常说快一些 但是挖出来的 这个 不是太漂亮 水枪挖舞虽然比人工效率高一些 但是与人工挖舞相比 老累 伤身体 和容易伤到挖舞的缺点 依然存在 难道就没有更好的方法 去挖舞了吗 李贤明虽然觉得 水枪的效果并不理想 但是利用水流冲击来挖舞的原理 却让它产生了灵感 他决定制造一种操作更简便 冲击力更强的机器来挖舞 在新灵感的引导 和多年众偶经验的指导下 他的挖舞机很快就制造完成了 这就是您说的那台非常神奇的机器 对 对对 就是它 我看这一部分应该就是机器的主体结构了吧 这是我们挖舞机的动力部分 这是机身结构 是通过就说古田里面都有的水 通过这个集水箱 然后吸收到这个水泵 吸收到水泵以后 再把这个水泵里面的水 经过两次灯压 通过我们的拼射枪拼出来 喷射枪 这个喷射枪应该是在这块是吧 对对对 这块 现在咱们看不出来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挖舞机的两个拼枪 挖舞机机身尾部有两个喷枪 通过这两个喷枪发射水流 这种加压喷射水流的方式和水枪非常类似 那么它们的区别又在哪里呢 那它的水流跟水枪的水流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水枪的这个水流是形成一个直射 这个挖舞机出来的这个水流呢 是形成一个爆炸性的水团 就是翻角了浪花 把这个泥腾由底向上 腾腾地给它翻拳出来 化成细尼浆 挖舞机通过两侧的浮桶 漂浮在藕田的水面上 它的水泵吸收藕田里的水 然后加压 并通过两个喷口 发射出强冲击力的水流 两股水流相互作用 形成范围更大的翻腾水流 让覆盖棉藕的泥土翻卷起来 使棉藕自动浮出水面 为了直观的验证 挖舞机的水流 是否足以挖出藕来 李鲜明在田地的边缘 搭建了一个长宽 峻尾三米 高1.2米的水槽 然后这里边现在已经灌满清水了 我们也是灌了四核挖舞机 就像这个工作效率的 这个泼水 那么现在咱们就用这个水枪 和挖舞机 来实验一下 它们在水流上有什么区别 行 水枪的水流冲击力很强 但是透过玻璃可以看出 水流基本上呈直线方向 影响范围较小 发舞机形成的水流 呈向上翻卷的方式流动 水流影响范围更大 但是这样的水流 是否足以翻动 藕田里的泥土呢 为了测试挖偶机 能否顺利冲开水田里的泥层 我们决定在水槽里 模拟脸藕生长的环境 究竟这挖偶机 能不能经得住考验呢 一般的藕田泥土深度大概在40厘米左右 因此我们在水槽里填上约40厘米高的土 现在相当于这个土层已经在40厘米以上了 对对对 现在为了验证咱们这个挖偶机 能不能够准确的把所有的藕都从土层都从里边挖出来 咱们用这个乒乓球来代替藕 把它们埋到这个土层里边去 然后看看总共是30个乒乓球 能不能用挖偶机一次性的 把它们全都从土层里边挖出来 可以啊 我们将30个乒乓球埋入整屏的土里 有些球埋得浅 有些埋得很深 这是因为检某在土里生长的非常不规则 我们要测试一下 挖偶机究竟能不能把深度不同的乒乓球 全都挖出来 30个乒乓球买好后 我们就开始往池子里注水 挖偶机正常使用 需要往这个池里边放多少水啊 应该来说挖偶机应该离开 就是说地面达到这个20公分以上的水 为什么要放这么多水呢 因为你低于20公分的水 我们的挖偶机浮不起来 也就是相当于根据它的福利 所以必须要这么多水才能让它浮来水面上 对对对 池水逐渐漫过了泥土 土堆很快被一片蜂羊覆盖 很多人都到现场来观看我们的实验 他们也很好奇 这挖偶机到底是怎么用的 这个石子现在已经挺深的了 对对对对 咱到那边去实际测量一下 看这个水现在是多少厘米高 高不够深 好的 相当于这片是地 这片是在刚才就是添的那个土藏 然后上面这就是咱们刚才灌的水 对 好 现在看一下 从土藏到水面 对 这是多深 30厘米得多点了 30厘米多了 多点 那现在就让它下水 猫急被搬进了水池 对于它来说 真正的考验 开始了 现在咱们这个池子和土都已经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然后机器也已经就位了 对对对 行 那咱们就开发了 行 看看能不能把这30个冰箱球全部都挖出来 嗯 好的 暴击在水池里开动了起来 透过玻璃 我们看到 泥沙被逐渐冲开了 没过多久 一个乒乓球就冒了出来 有一个出来了 平方球一个接着一个从水里冒了出来 只是挪动一小段距离 都会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过一会儿 池子里已经飘起了一大片乒乓球 看来李千鸣的自信确实不是空穴来风 没过多久 一半多的乒乓球都浮在了水面上 然而在挖了一半多的乒乓球后 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 但是又过了半天了 老鸡还是一个球也挖不出来 李千鸣也不像一开始那么淡定了 他也开始在一旁对操作手进行指挥 经过一番操作 只有两个乒乓球冒了伤害 李千鸣认为乒乓球摆放的深浅不一 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挖出来 但是我们的实验又持续了半个小时以后 乒乓球还是没有全部冒出来 最后发明人自己也觉得 再继续下去 没有意义 好嘞 对啊 继续干了吧 好 来 来 拿您把这个 最后挖出来这两个球 好 来来来 拿过来 行 那咱们就数一下吧 现在到底挖出来多少 嗯 行 咱来数数 这里边到底有多少个 来 经过我们的计算 这次实验只挖出了26个乒乓球 那么另外四个为什么没有挖出来呢 这四个就没挖出来 你说是因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 这个泥土太粘了 嗯 你看把这个 把这个球啊 嗯 这个这个 这么叫实 嗯 嗯 因为这个乒乓球太小了 但泥巴里人的脚也感受不到 这个莲乳它那么大 嗯 人的脚可以感受得到 嗯 这个对莲乳它不不行 那既然您说挖 我不会有问题的话 咱们就实地验证一下呗 行 既然刚才的失败 完全没有给发明人带来影响 我们决定将泥土深度增加一倍 80厘米的泥层 几乎是偶填的极限深度了 我们把30颗莲藕 分别埋在泥层深度不同的位置 最深的几颗 几乎埋在了水槽的底部 究竟把乌鸡能否如发明人所说的那样 把这几颗鸡都拔出来了 后鸡在水池里移动了一小段距离 就挖出了链楼 给试验来了个开门红 宝鸡一上来的表现 确实让人眼前一亮 操作的是 捕着池子移动了一圈后 已经有大量的莲藕浮出水面了 正当我们认为 这次实验应该能顺利完成时 与平行球实验类似的情况发生了 这样啊 发完这二十岁以后 现在感觉开始吃力起来了 有点吃力的 因为这个泥头太深了 太酸了 这样的话 上野的石头还能挖出来吗 能挖是能挖出来 但是浪费时间了 浪费时间了 因为它这个莲藕 生长这个图子 就是30公米到30公米左右 突然就加了80公米了 这个机器确实有点事 李贤明认为 一层害身是莲藕 挖不出来的主要原因 因此 他让操作挖舞机的师傅 左右摇摆挖舞机 反复冲击同一片水域 这一招果然又让一些莲藕 服了上来 经过大约30分钟时间 我们的实验进行的差不多了 李贤明也认为 这么长时间 应该已经把池内的欧 都挖出来了 李先生 您觉得这时间可以了吗 可以了 可以了是吧 可以了可以了 是吧 关机 行 那咱们来点一下这个数目吧 行 上野都捡出来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 正好 都挖出来了 看来是这个挖舞机 在池塘里边还是完成任务了 就是说浪费时间了 要不然的话 土腾要浅的话 根本不用就说浪费 多浪费这几分钟 但是这一片 毕竟只是一片实验用的池塘 在真实的烙池里边 咱们还要再测验一下 这个挖舞机 是不是能够 全部的 把池塘里的藕塘 全都挖出来 可以了 行 那咱们现在就找一片 池塘去实验一下 好 通过池子里的实验 李建民认为 挖舞机已经有了 经受实验考验的能力 于是 他带着挖舞机 来到了一片真正的藕塘 我们看到 几位藕农正在田里面工作 他们会不会对挖舞机 感兴趣呢 挖舞机简单易学 方便又好用 它到底比人工挖舞和水枪挖舞 提升多少效率 在三种挖舞方式之间的比赛中 挖舞机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请继续收看外发明 妙手偶 老师傅 挖出来怎么样 多吗 挖出来 要不少 你怎么着 一直挖 一直弯着腰挖 感觉累吗 一直 可累了 可累了 我们现在这边有一台 那个 暴街 你想不想试试 就是说用它来挖一下 我试试 那好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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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就是 我们这个 由我们这位 发明人李先生 研制了 新型的挖舞机 他是利用这个水流 然后相当于 您不用那个弯腰 然后就能把这个 藕从底边冲出来 行 行 那个李先生 来教教我们这位老师傅 怎么操作这些机器吧 行 打开电源 第一步 第二步 适当的 加点油门 发明人向藕农师傅介绍了挖舞机 并将机器处置好 老师傅操作着挖舞机 在田里工作了起来 看来对于经验丰富的藕农来说 挖舞机的操作真是简单易学 一会儿工夫就有连藕浮出水面了 老师傅一路操作着挖舞机向前走 他走过的水面上 连藕就漂浮了起来 看来这挖舞机还真是经得住考验呢 发明人不惧挑战的自信 但是也不是没有理由的 老师傅操作着挖舞机一直往前走 锅有点挨不释手的感觉 但是在操作了一会儿后 霸舞机突然停止工作 操作霸舞机的老师傅放了手脚 记者赶忙走上前去 里边堵了 里边堵了不上水了 你怎么感觉出来堵了 你怎么感觉出来堵了 下面吧 它就不上水了 不上水了 整个里边就堵了 感觉了是吗 感觉到了 李先生啊 怎么这机器还能堵啊 有可能我们这个田坑里面 非常高 一下这些藕叶 这些藕梗啊 有可能吸到这个水泵里面了 水泵里面啊 对 吸到水泵里面 把水泵给堵住了 就不上水了 您这个是不是打开看看啊 那必须打开看看 打开看看呗 将马偶基从偶天搬到岸上后 发明人仔细检查 集齐出了什么问题 并找来工具准备修理 当我们打开水泵时 发现水泵里 积存了大量偶天底的杂物 那这样也不行啊 这在水里边开了还没多长时间呢 看起来这个水泵 它这个堵塞比较严重 是啊 一个是泵体太小了 再一个就是它这个 吸的时候 你看它是这么点个小口 宽泄的这个力量也不够 力量也不够 这个水泵的力量也不行 这个泵也是不行 那您这有办法给它改进吗 我们回去看看 等我们把它改进一下 通过原理分析 我们原本以为 这个水枪式的这个挖舞机 应该是很好 挖舞的效果是很好的了 但是刚才看到 实际在验证的时候 出现了一些问题 王老师来跟我们 一个一个分析一下 为什么 那么如果入水的 颗粒物成分含量比较复杂 比如说有大的颗粒 或者水草 对 那么它被吸进了以后呢 如果这个颗粒物的尺寸 大于了这个叶片 流体穿过叶片 最窄的那个位置 那么这个 哪个位置 就是水从中间进去以后 要贴的叶片被甩出来 那么如果这个颗粒物 大于这个通道 叶片的通道 那么它就是 卡在这儿 卡在这儿呢 这是第一种情况 就大的颗粒物 另一种情况 就是刚才您说的 水草 水草呢 我们说叫纤维状的这种物体 对 那我们看到这个绳子 它就是个纤维状物体 它如果被吸进了的时候 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它会缠在叶片上 对 是吧 越缠越多 对 它怎么缠呢 就是说它被吸进了以后呢 假如说 绳子的一端 从这个叶片之间通道穿过了 而另一端呢 被吸入到另一个叶片通道里面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虽然离心力 这个流场 带着这个纤维 离心力作用很大 拉着这个绳子 但是它两边被拉住了 就挂到这个叶片上 这样的话 这两种情况 就大颗粒物和这个纤维 当它塞在这个泵的叶片里面的时候呢 就会形成我们叫骨架 这个骨架会拦截更小的颗粒 就是说我水里的还有脏东西 它原来有一些小颗粒是可以过去的 但是因为有了这个骨架 这些小颗粒被进一步拦截了 这样的话 逐渐逐渐这个泵就堵掉了 堵掉的泵呢 它就不出水了 效率降得很低 甚至有可能会烧坏电机 那么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在比较恶劣的工况下 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不知道我们的发明人士 采用什么样的方法 来解决现在这个问题的 去看一看 李先生您发现 85G的问题容易堵塞 而且这一次 它有加大85G的水流强度 提高85G效率 经过一番改造 全新的85G诞生了 能跟我说说 就是都在哪些地方做改建了吗 我们有特别定做的 这种大型的水泵 大型水泵 对 这个消水量是非常大的 里面的空气改变了 这个工天里面的一些 当的东西 不会把这个泵铁堵上了 永远就堵不住了 就说不用再嵌下来 你看挺麻烦的 不用再维护了 李建民加大了水泵问题 对泵内留下了更大的空间 让水田里的杂物更容易通过 不会堵塞水泵 李建民带着这台机器 又回到了藕田 他要在这个地方 重新挑战一次 我们又找到 上次试验过85G的 那个藕农师傅 让他试试 这一次的八藕机 性能如何 这片藕田 因为已经人工采过了 因此水中的杂物非常多 老师傅明显还对 上次水泵堵塞的事情 先有余悸 但是李建民却一点轻松 上次85G 大概工作了20分钟 就堵塞住了 这次老师傅操作着 85G 在藕田里 转了一个小时左右 这次 他的感觉如何呢 您觉得这台改进的 挖偶机用起来怎么样 很好 很好 水流比以前强了吧 强了 强了很多 然后您刚才挖了这么长时间 感觉它堵了吗 没有堵 没有堵 上水还行 上水可好了 可好了 可好了 李先生 看来这次您的改进 相当成功 我们这位偶农师傅 用起来相当的满意 您还比以前的 好了许多 好了许多 看来水泵堵塞的问题 已经得到了解决 其实李鲜明的这一代挖偶机 还加大了水流的强度 让挖偶机的挖偶效率 也得到了提升 那么它的效率 现在能达到多高呢 我们带着挖偶机 来到一片 还完全没有被挖掘过的藕田 测算一下 挖偶机的效率 到底怎样 在这一次实地验证中 林医大学农机方面的专家 陈教授和范教授 听说了这样一种挖偶机 特地到现场来观看 挖偶机的挖偶效果 为了让挖偶机在藕田里顺利通过 几位偶农师傅 清除了藕田里的联谊 咱这个挖偶机 现在已经到这来了 对 您刚才说 这一小片水域里边是有多少 大约这是一分地 大约能挖个五六百斤 五六百斤 是吧 是这里边藏着五六百斤 对 然后您现在是说 这台挖偶机全都能给挖上来 全部挖上来 陈教授 你好 他现在把这个挖偶机说的那么神奇 您相信他说的话吗 这个主要看他的这个 就是这个设备 他这个往往吹能的水 那个压力的大小 基本原理在 然后我想到咱拭目以待 行 可以的 这次另外一位经验丰富的 偶农师傅操纵起挖偶机来 继续开动呢 让我们看看 挖偶机这一次的表现如何吧 偶农师傅操作着挖偶机向前行进 不一会儿就用棉藕 从机器经过的水域里 熬出来 你看 已经挖出好多棉藕了 看见没有 偶农师傅在接在地 挖偶机在很晚的时间内 就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你看 短短的 也就是两大米钟 我估计现在 已经挖出来 五六十斤了吧 五六十斤 一个还有多 但是数量毕竟只是一个方面 饱机饱的质量又如何 八出斗 是不是完整呢 它这些 其他的都还连在一起 所以这出的时候 我应该还在怀疑 它能不能完整地挖 所有都 中间不断地全都挖成 前面看的话也有问题 看来 保急挖出来到 完整度也是比较高的 但是陈教授也提出了 自己的一个问题 过了大约二十分钟左右 我们的验证结束了 偶龙们把田里的莲藕 都收到了岸上 记者和发明人 首先要下到田里 去检查一下 是否有遗漏到 北北八出 结果经过反复查找 泥土里确实没有找到 剩余的莲藕 那么 奥西的效率 究竟能否 领人满意呢 陈教授您觉得 他这个机器 二十分钟之内 能挖出这么多了 这个效率 您觉得怎么样 就挺高的了 就已经是 对 人工的话 正常情况 一般人工的话 一个人每天 也就在一分地左右 三四百斤的 这个挖的这个产量 也就是说 他这个今天挖了二十分钟 已经相当于是 一个人一天左右 对 相当于一个整人工的 效率挺高 挖武器挖武 确实是挖得快 挖得好 又挖得干净 但是操作它的 背景都是 有着多年经验的 专业洞 那么 不太熟悉挖武工作的人 又能够使用 这台机器呢 这个挖武机啊 嗯 就是说 这颗机都可以套作的 任何人都可以套作 当然了 很简单是吧 非常简单 那您看像我这样的 我从来都没有挖 那我要操作这台机器的话 我能不能够 就是说操作它 把我挖出来 一点问题都没有 一点问题都没有 对 行 那我现在就下水试试 行 我一教读 好的 发明人对记者说 挖武器操作时 需要用脚来探测 连武的所在地 当脚下感觉到 有连武时 就左右摇摆机器 用水流 反复冲刷这一片泥层 冲刷掉全部的泥土 哦 就浮出水面了 但是因为没有经验 记者感觉不出哪里有偶 只是推着挖武器往前走 发明人告诉记者 如果感觉不到哪里有偶 就走慢一点 对着同一个地方 反复多冲几次 记者按照这个方法操作挖武器 果然开始有收获了 李先生 刚才我给开了这个 挖武器下去试了一圈 你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后边排水的那个时候 震的脚都有点麻了 不过走这一趟 看着收获还是不小 这都是你挖出来的 是啊 应该说你看挺完整的吧 挺完整的 是啊 非常漂亮 如果说你用手挖的话 你绝对不会挖这么完整的 确实第一天咱们已经实验过了 我们还找到一位女士 适用挖武器 她又能否轻松操作这台机器呢 现在请问你一下 以前有没有挖过 肯定没有了 只是在店上会看到 然后一直就以为是人工去挖 或者说怎么样 是这个还真的是头回见着 以前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机器 还真没有 没有 那今天用这台机器挖 你想不想尝试一下 这不是我都已经整装带发了吗 好的 咱们现在就下水 来来来 李贤明简单说明以后 女孩子就操作着挖武器 开始挖武了 她虽然是第一次下到偶田里 但是操作挖武器对于她来说 似乎没有什么困难 在发明人的指导下 她也能很快挖武挖出来 那么我们这次第一次挖武的女孩子 对挖武器又有什么感想呢 用这个机器挖了一圈棉藕以后 感觉如何 我觉得还好 还好 对还好 就是怎么说呢 我觉得操作比较简单吧 就像师傅说的 操作比较简单 因为之前我老看就觉得 他们觉得很累或者很繁琐 但真的自己就是亲身上 你看是挖的 女孩子非常得意 那么李贤明觉得她操作的怎么样呢 来评价一下这位姑娘操作挖武器的技术 应该说海上是不错的 但是呢 还有欠缺 如果说这位姑娘 速度再慢一些 强劲的速度再慢一些 摇摆的这个幅度再大一些的话 挖的更干净 挖的你就不像出现这种情况了 应该就说 对对对对 都像这样 整个的我就不可以挖出来 这个还是比较成功的 嗯 那也就是说 如果让她加以时热 稍微锻炼一下的话 应该能够拿这个 霸武器 挖的更好 绝对没有问题 霸武器不但霸武 又快又好 而且非常好操作 那么它到底比人工霸武和水枪霸武 效率提高了多少呢 我们特意安排了一场 人工霸武 水枪霸武 与霸武器霸武之间的比赛 今天咱们三种挖武方式 在这一百平方米左右的池子里边 然后测验一下挖武的速度和效率 咱们现在人工队是有十个人 来 那个米时候介绍一下你的队员 我们这十位队员啊 都是平时经常挖武的 在挖武的人当中 人家说是这个高手的 高手 得挖的速度比较快的 然后现在咱们这边 用水枪的这两位 师傅 咱们挖这么一百平方米的石子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挖手一百平方米 可能大约得用 三四个小时吧 三四个小时 师傅 我一进行操作一个半个小时 能操作完 一百平方米的石子 半个小时 比他们的这个时间可是提升了很多 对对对 这么有信心 对但剩下就知道了 然后呢 能挖干净吗 打得干干净心 干干净就 对对 三支队伍都志在必得 我们的比赛马上开始 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 好 好 开始 比赛刚一开始 人工队马上下到水田里 开始着偶 285机和水枪还在启动阶段 人工队凭借着人多 已经挖出了很多联偶 285机才刚刚启动 但是发明人 却没有丝毫担心 一旁的水枪队终于也调整好设备 开始比赛了 到现在为止 三支队伍终于全部投入到85当中 那么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会如何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马尔基全力运转了起来 虽然开始就比人工队慢了一步 人数上又是绝对劣势 但是马尔基马上就跟领先队伍 爬进了距离 人工队明显感觉到了压力 他们全力以赴开始招 但是却忙中出错 蛇了 断了 是不是断了 断了头大了 太大了哈 水枪队也不甘乐于人后 虽然投入比赛的时间最晚 他们的收获同样不小 但是关键时刻 他们的装备却出了问题 把它砸坏了 砸坏了是吧 砸坏了 那师傅影响得超过呀 影响得压力 马尔基对这里 似乎一直没受什么影响 曹总马尔基的师傅 只是操作机器前进 别到我就浮出水面 挖了三十分钟左右 输入偶天地的泥又深又黏 您又必须一直挖腰工作 人工队已经明显感觉到了疲惫 这么着一直挖感觉累吗 累啊 累啊 那看咱们现在人工这边有十个人 对 有没有信心能用他们 试一试看一看吧 我们为他挑战一下 好的好的 水枪队方面人数不多 但凭借工具的先进 也没有落于下风 只是他们也存在 和人工队一样的问题 弟弟的消耗实在太大 当然那边挖舞鸡可是一个人 您这边还有俩人呢 您觉得打他们 有没有可能把他们占卖了 挖舞鸡的情况 则要比另外两队好得多 操作挖舞鸡的偶农师傅 也表现得非常轻松 完全看不出劳累的样子 你觉得这速度跟他们比起来怎么样 现在这些池了 您学到大量怎么弄了 扣老板了 扣老板了是吧 你这打到手机去了 这池的那您就说全都已经挖干净了 挖干净了 挖干净了 暴击队已经收起机器等待结果了 而其余两队还在奋战 比赛进行到两个小时的时候 水枪队回到了岸上 全都挖干净了 不彻底的干净 不彻底的干净 你不干净 人工队也回到了岸边 那他们挖完了吗 是吧 这儿挖完了 挖完了 也没话完 没话完就是咱们干了三个小时了 大家都累了 累了 三组队伍都上了 我们的比赛不得不到此结束了 那么比赛的最终结果如何呢 咱们几位领队 现在就下池子检查一下 看看每个池塘里边有没有剩余的楼 行 是吧 经过检查 人工队的偶尺里有不少遗漏的联绕 看来咱们这个人工队还遗漏了不少 对 我们再到水枪队的场地去看看 水枪队的情况也不太好 偶尺里也有很多遗漏 最后咱们到八五鸡的那片水田里去看一看 经过反复的寻找 记者和几位领队也没有在八五鸡挖过的偶田里 找到遗漏的联绕 咱俩找半天了 这儿一个都没有发现 怎么样 八五鸡挖的是不是比那个水枪和人工比较干净一些 还真是 反正我们这块是在这个食堂里边找时间最长 但是还真是这里边一个都没有找到 你看不到三十分钟 这边全部挖完了 都没挖完 对 是不是 嗯 对 那就 打看看 就说人工和我们的万五鸡相比 嗯 看看万五鸡 万五的效率是人工的多少倍 好 上场一 好 我们首先称人工队 拔出来的 人工队的成绩是七十七千克 那么水枪队又会如何呢 这是五十五公斤吧 八五鸡挖出的数量明显更多 甚至无法一次撑完 我们来看看究竟八五鸡从藕田里 拔出了多少莲藕 这是六十 对 六十三 六十三千克 六十三千克 八五鸡挖的藕总共撑了四拨才能撑完 七十公斤 对 然后咱们前三次 前三次是一百七 前三次是一百七三公斤 嗯 一百七十三 再加上这七十 二百四十三公斤 二百四十三 二百四十三 四百八十斤 四百八十斤 四百八十斤加上那些碎的 我估计五百六斤 数量上又是马五鸡获胜 那么挖出的完整度又如何呢 水枪挖出来的 它的效果怎么样 水枪 明显的断了好多 嗯 那这上面都有很明显的一个断口 对 对对 这里 那么人工队的效果又如何呢 就是因为是人工的 所以就是说上面有一些污泥上 对对对 也有断口 对 最后 暴击在这一轮又有怎样的表现呢 这里边是五百六斤 挖出来的 你看吧 你看 就说挖五鸡挖出来的连锅 嗯 小五鸭 嗯 非常的完整 是 挖五鸡在速度 挖进率和挖五完整度上都获得了胜利 我们比赛的最终结果 已经可以揭晓了 看来咱们这个挖五鸡还是非常的厉害 应该是比这个水枪和人工要快得多 怎么样 咱们那个人工队和水枪队输得心服口服吗 应该说心服口服 因为再说这个挖五鸡确实是很厉害 我拚脚了 我胜利了 我赢了 李鲜明发明的挖五鸡采用了水枪式挖五方式 一台机器比人工提高了30倍的效率 而且挖出的莲藕完整没有遗漏 是一种新型实用的农业机械 韦光大偶农提供了一种方便好用的挖五工具 李鲜明先生发明的挖五鸡 巧妙地将肤筒水泵和金属水管装置整合在一起 整体机械紧凑于操作 特别是双喷头的出水管设计 大幅度地增强了水流对泥土的冲刷作用 挖出来的莲藕非常完整 而且机械的整体效率非常高 是一个非常好的挖五机械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我爱发明的所有内容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有什么好的发明要告诉我们 也可以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新浪微博 今天也再一次感谢清华大学的王子熙老师来到演播室 给我们做讲解还有做精彩的实验 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我爱发明 欢迎继续关注科教频道的其他节目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